謝謝主席 馬來有請部長 來 林部長 委員好 部長你好 不好意思 角度的關係 他們這邊沒手持麥克風 所以我這樣子跟你講 請您不要介意 2014年 衛福部國衛院委託一個研究 查出來說六親旁的學童 體內致癌物多了兩倍 那這個是依照第一年的研究計畫 所出來的結果 因為那個分校距離六親 只有900公尺 針對這個研究 不知道您知不知道 VCN 綠乙烯 是第幾級的致癌物質 第幾級我不太清楚 那確實是致癌物 它是第一級的致癌物質 這個是這個研究 針對 根據六親的距離 四個小學 他所做的 第一級的研究結果 我們先review一下 第一個階段 在那旁邊最近的那個小學 他們所檢驗出來 流帶二乳酸 這個是我們在檢驗綠乙烯的時候 已經establish 偵測的方法 它會隨著距離而遞減 那同時最近的許錯分校 它的平均值顯著的高於其他的國小 非常的多 那接下來移回 這個研究出來了以後 那我們的行政主管機關 採取一些措施 然後移回了 橋頭本校 那繼續的去追蹤 TTGA的濃度 這個結果是什麼 這個結果就是回到 那如果是到這個本校的話 它的濃度是稍微下降一點 搬到新校了以後 同樣的sample 同樣的sample 173 暑假沒有待在學校 降到35 再回去 146.9 來請問衛福部 針對這樣子的研究的結果 你們對於那一些孩童 暴露在這麼高的自來物的環境當中 你們採取了什麼措施 這個當年這個 上一屆的立委 立法委員 我知道 那這個是第一期的研究 現在我們再進行第二期了嘛 第二期的研究報告 其實 其實在今年底啦 不過去年的報告 上個禮拜 國委員的報告 它的這個趨勢呢 是有這個趨勢 同樣的趨勢 對啊 那我問的是衛福部做了什麼啊 我現在先問具體的一件事情 2015年度 研究的成果報告 衛福部公開了沒有 這個國委員最近把這個資料寄到 這個雲林縣 雲林縣政府 可不可以承諾馬上公開在網站上 讓公眾都可以看得到 這個可以啊 這個顯然不是只有雲林縣政府的事嘛 那我現在問的問題 兩年的研究出來的結果 所呈現的結論是一樣的 衛福部做了什麼 那我們的部分呢 就是 我們把這個資料 上個禮拜就給教育部跟環保署 那環保署署署長已經答應 他會去跟台書公司去來討論 是不是改善這個整個 所以衛福部的立場是說齁 你們現在做出來的這個研究的結果 你們已經 Do your part 那剩下的是 教育部 是環保署 要去處理的事情 是這樣嗎 我們的部當然還有 今年度還沒做完啦 繼續做 那我們也會做這個整個 跟邁老地區相關的這個 這個 是不是要跟 你們願不願意啊 代表政府先出來說 從衛福部的立場 把孩童暴露在這麼高的自癌風險環境內 是錯的 政府應該要做一些事情 衛福部 敢不敢站出來講這樣的話 這個 我們覺得這個跟距離是有關係啦 所以我們已經把這個資料 這個應該簽孝 簽孝是地方 這個雲林縣衛生 雲林縣政府的事 我們給他資料 然後給環保署資料 都給他們了 現在算出來的齁 你們第二份的調查報告 連同第一份的 兩份我都全部看完了 我們如果用國際上面通用 10的-6當作基準 測出來的數值 自癌的風險增加了幾倍 90倍 所以我才一直問衛福部啊 你們有這個finding了以後 你們要不要代表政府出來講一句話 讓我們的小朋友 至於這麼高自癌風險環境 這件事情是錯的 我們政府應該要馬上 做什麼 環保署 教育部 做你們該做的事情 衛福部 願不願意表明這樣的立場 這個我們覺得這個跟距離真的是有關係啦 所以我們 那我們的 當然跟距離有關係嘛 所以許座分校我說 這是你們國務院做的報告 不是我捏造出來的 不是我捏造出來 是你們的報告 你也知道了這個報告的finding 那繼續讓小朋友在那個環境當中 你覺得對嗎 所以我們才是給環保室跟衛生 教育部 對嘛 所以我剛剛那個問題 我現在想要拜託部長公開表態 這件事情是錯的 我們的 教育部 我們的環保署 應該要馬上做一些事情 部長願不願意從衛福部 從照顧小孩子 身體健康的立場講這樣的話 對 我們 對嘛齁 好好 因為現在時間到 我只剩下最後一件事情齁 第一個 研究結果趕快公布 那第二個 照我所知道的 因為之前啊 那些廠商 開始在編一些 有的沒有的理由 說啊你們沒有背景值啊 你們背景值的data 也都收集完了 趕快把背景值的data release出來 讓廠商沒有話講 不要手上有data 有數據 然後為了要保護廠商 不願意公開 我知道你們的sample 已經採集完了 趕快把data release出來 讓大家知道 這件事情有多嚴重 這個是衛福部的責任 那至於說 環保署沒有做他該做的事情 我們另外去追究環保署的責任 但是有一件事情喔 衛福部跟另外一個單位一直踢皮球 我已經不曉得要找誰了 遠雄 當初 國有財產署租了26.6公頃的國有土地給遠雄 結果核定通過的只有第一期的醫院 國有財產署卻租了這麼大塊的土地給遠雄 我在財政委員會我一直問 我一直問國有財產署的 你們為什麼租這麼大塊 他說是按照衛福部的公文 結果他們在2015年12月11號 2015年12月21號 兩度去含衛福部 兩度去含衛福部 要求你們說明 你們都沒回答 一直到2016年1月14號 再去文催促 你們的回覆是說 許可範圍只有第一期的綜合醫院興建部分 好 接下來 國有財產署 國有財產署 再去含問你們 好 那如果只有第一期的 請問第一期 它的範圍它的面積 因為國有財產署 今天早上我在財政委員會質詢 他們認錯了 所以不應該租那麼大 但是他們當初是按照衛福部 給的公文 所以決定要租這麼大 應該最多就是只有核定的第一期醫院的面積 他們又再去含問你們說 座落的範圍跟面積到底有多少 他們要辦理租約面積調整了 請問衛福部為什麼沒有迴汗 今天國有財產署 給我的答案是 他3月發文 迄今衛福部都沒回覆 回去了解 請你回去了解好不好 因為這件事情的責任 一定要追出來 我已經追了三個單位了 國有財產署 衛福部 內政部 三個單位皮球踢來踢去 都不關他們的事 我們的國家出現一個很荒謬的狀況 把這麼大的國有土地 租給一個大財團 根本就沒有必要的 結果現在要追究責任 沒有人承認責任 沒有人承認責任 那我知道 這個是過去政府發生的事情 跟部長你沒有很直接的關係 但是我今天把這件事情提出來的諮詢 就是要提醒部長 衛福部趕快回函 到底第一期的範圍跟面積到底有多大 後續的責任我們繼續追究 謝謝 好 謝謝黃國昌黃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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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